新北市政府推展关怀爸妈视角计划生获好皮 尤其新庄地区最会场 则是安排在昌平公共托老中心举席 当天也吸引了将近500多位的长者 前来接受眼科医师的视力检查 不过还是有长者问到 未来这项见景的福利还是会如期的举办吗 是扶勤老人家要放心 同时也不忘提醒他们 要是知道有视力检查的活动 记得参加 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的视力 受到最好的保护 关怀爸妈视角计划推行以来 在新庄总共办理六场 最后一场在昌平公共托老中心举行 依旧吸引了近四五百位长者前来 而除了替长者做视力把关外 眼科医师也把握机会 向长者进行卫教宣导 新北市的长者有八成以上 都有白内脏的一个问题 所以其实我在这边也呼吁我们的长者 就是如果有白内脏的问题呢 都能够及早的到眼科诊所去做治疗 治疗完之后呢 再来佩戴老花眼镜 戴起来会更清晰 因为我们就不知道 我们哪一队有症悉 哪一队没症悉 他都有跟我们说 你的烦恼有老花吗 我的烦恼 长者大概都有很多有远视 那有白内脏 那其实他们很多远视只要配了眼镜 其实他们也不需要去手术白内脏 对他们生活其实就有很大的帮助 那这个活动主要是希望帮长者 那个也配了一个老花的眼镜 帮他们在阅读的时候看近的有一些帮助 另外还有一些胃教的服务 就要希望他们了解糖尿病可能会对眼睛造成影响 要好好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肪 那眼睛有变化 要尽快找医生来看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建议定期长者大概一年检查一下 大概是这样 市长活动推动至今已在新北各区 造成回响不少长者都在担心未来会不会继续 对此市府表示 这是延续性政策 明年依旧会上路 那市长呢也在市政会议上面 都有在再次的重申 我们这个是一个延续性的一个政策活动 所以呢我们明年度呢 卫生局这边也已经规划 会加入我们的长者健检活动里面 那所以呢明年度只要是一样 新北市的居民满以上的长者 那他就可以到我们29区的卫生所 来参加我们的长者健检的一个活动 那同时呢我们一样 会在这个长者健检活动里面 帮忙长者做视力检查 检查完之后一样会搭配 这样的一个老花眼镜的一个佩戴的活动 经过巡回健检 市府卫生局也统计了新北长者 罹患白内障的人不在少数 可见长者平日对自己的灵魂之窗 并不是相当关心 但其实这些眼疾都可以透过治疗 让自己获得更清楚的视力 所以呼吁长者未来有这样的活动 请多走出户外正视自己的健康 记者新装采访报道 请多看 请多看